霍元甲和慈禧的保镖比武,仅两招就离开,知情者,对方纹丝未动。 霍元甲的武术当然是受到了国人的认可的,不过在当时江湖流传的故事中,霍元甲曾经和慈禧的保镖比武,不过只出了两招就转身离开,而且慈禧的保镖还纹丝不动,这是怎么回事呢? 下面,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随着电影霍元甲的热播,李连杰饰演的民族英雄霍元甲红遍全国,其豪气遮天,胸怀坦荡又武艺高强的形象也深入人心。 在武学界,常有南皇北霍的说法,南指黄飞红虎鹤双形,明阳武林,北指霍元甲拳打西洋全尸,脚踢东阳武士,这两位都是国人心目中公认的爱国英雄。 而与霍元甲相关的传说中,其与慈禧保镖比武,对方却纹丝不动的事迹一向引人探寻。 生在霍家,是霍元甲的性,也是霍元甲的不性,霍家,是武术试驾。 霍元甲自然重视教导家中子弟习练武术,但若想练好武术,一个重要的前提便是身体康健,而不幸的是霍元甲自小体弱多病,这便失去了练武的先决条件。 霍夫一方面不愿幼子受苦,伤害身体,另一方面也不想坠了霍家名声,所以拒绝传授武艺于霍元甲,但或许是身体里流淌着的武术血脉, 亦霍使身边亲人的潜移默化,又使体弱的霍元甲却十分钟爱武学。 当父亲教授哥哥们家传武艺时,小小年纪的霍元甲常常躲在院子的角落偷偷观察,而后又常常在僻静之处偷偷练习,终是学有所得。 这样的偷偷练习,终止于被霍夫发现,霍家原本祖传的是密宗拳,其父亲霍恩帝也最擅长此拳,在当地极为有名。 收了不少的徒弟,父亲发现霍元甲在练拳法时,本是极为生气,可在仔细观察之后,却发现儿子的拳法又不仅仅是密宗拳,而是兼具其他拳法所长。 他感到惊讶的同时,又极为惊喜,此时,霍夫突然发现,能把霍家权发扬光大的,可能不是自己极为看重的徒弟,而是这个不起眼又体弱的小儿子。 霍元甲被父亲发现以后,恳切地向父亲保证,绝不与他人随意比武争狠,绝对不辱霍家门眉,其父见其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决心和毅力,便一改往日想法。 同一幼子练习拳法,与其他兄弟一起学习武艺。 自此,霍元甲在父亲的引领下,认真学习密宗拳,并且将以往的自我习武心得融入其中。 在父亲的允许下,霍元甲很快融入这些师兄弟中,并时常与其切磋。 在与同门师弟的对战中,霍元甲并不拘泥于霍家权的拳法,而是灵活运用自己所学,所思。 所以,虽习武日子不长,但霍元甲在短时间内拳法大尽,赶上同门师兄弟,也是在一次次的比拼中,霍父看到了霍元甲的天赋,此后决定悉心教导幼子。 把祖传拳法全部传授给霍元甲,霍元甲也确实不负父亲所望,一生都忠于武学,以权会友,融合各家武术拳法所长,把霍家权发展改良为尼宗义。 在霍元甲手上,霍家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。 自习武之后,霍元甲的身体越来越好,武艺也越发精进,但在其入上海之前,霍元甲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家乡,而其最初也是在家乡天津扬名。 霍氏家族虽是带习武,有家传全法流传,但其家族多盘踞于天津静海的小南河村,而其名声也多是在家乡流传。 所以,霍元甲最初的出名录,是其离开家乡去天津码头当装卸工开始。 霍元甲虽出身标识家庭,家中也略有家产,但父亲并不溺爱原甲兄弟,反而严格要求家中子弟。 习武之后的霍元甲,常常与哥哥们一起砍柴,挑柴到天津售卖,以贴补家用,也是在这里,霍元甲第一次真正走出了家乡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,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初出茅庐的霍元甲,想在天津立足,但苦于并无人脉,钱财,唯一有的,不过是被人夸赞的些许武艺名气。 所以,最初的霍元甲,选择在天津码头扛包卸货,之后又入天津脚行做了小管事,管理一些脚夫,听行透的吩咐,亲自带领这些脚夫搬运货物。 机缘巧合之下,霍元甲入天津城北门外的怀青药店打工,也是在这里,霍元甲遇到了一生的好友,迎来了人生真正的转机。 怀青药店的掌柜姓农名晋孙,出身满足官僚家庭,又曾留学日本,不仅文武兼通,而且十分爱国。 农晋孙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,此次回到天津,也是奉了孙先生的号召。 农晋孙家中,虽是官僚世家,但他本人自小受家中请来的熟识影响,反清思想十分鲜明。 而后,又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,一心为反清寻求救国之路。 此次开办怀青客栈的本钱,由父亲提供,表面是为运输药材,经营家业。 可暗地里,却广交武林好事,联络各地爱国志士,还借助采购药材之名,偷偷传递革命消息。 为革命积蓄力量,所以,当农晋孙遇到霍远甲时,极为惊喜,立即将其引为知己,并将怀青客栈的经营权全部托付给霍远甲,从不问盈亏。 霍远甲也十分感念农晋孙的后裔。 两人为一生挚友。 霍远甲在怀青客栈打工期间,农晋孙时常与他深聊,与他讲述当下国际形势,探讨国家出路。 也是在与农晋孙一次次的聊天中,霍远甲采访之天津以外的世界。 大开眼界,也更加明白保家卫国的真正含义。 此后,在农晋孙的鼓励与支持下,霍远甲也学习了解了一些同盟会的救国之道,还结识了同盟会的一位骨干。 也就是好友陈其美,原本的霍远甲本职想继承霍家权,行侠仗义。 但在认识到当时国家的处境之后,霍远甲决心以武术救国。 而面对外国大力士的挑衅和侮辱,霍远甲两次挺身而出,一挫外国势力,大涨国人稚气。 随着国人对武学的渴望,霍远甲的名声也传遍全国。 时间来到霍远甲42岁那年,在好友农晋孙和陈其美的帮助、支持下,霍远甲于上海创办金武体育会,成为真正的民族英雄。 霍远甲的一生先有败绩,更何况是三招以内败于他人的战绩。 可确实是有这样一个人,在三招之内纹丝未动,让霍远甲主动认输,转身离开,他就是慈禧的保镖李瑞东。 素来被称为慈禧身边的小孟长君。 李家本是草药世家,而李瑞东作为下一代的唯一男嗣,深受家中众人疼爱,为他言请名师。 教授武艺,在李瑞东七岁时便随大刀孙学习武学,之后又随名师王兰婷学习。 李瑞东受恩师王兰婷影响极大,王兰婷极为看重自己的这个弟子。 曾写李瑞东各处拜访名师,这些名师包括岳飞的后裔,各派的高僧,在恩师的引荐下。 李瑞东或从学于这些武学大师,或与其结为好友,在跟随恩师的学习和历练中。 李瑞东快速成长,广奈各方武学精髓,最终成为一代武学大师。 1894年,李瑞东随弟子端郡王在一参加慈禧的六十大寿臣,为慈禧表演武术。 在表演中,李瑞东向慈禧展示了出神入化的轻功,大受慈禧赞赏,称赞其为神鹰。 此后经弟子在一和多个王爷联名推举,进宫选为侍卫,成为了慈禧极为看重的保镖。 但世事变幻,国情动乱,不久,八国联军侵华,李瑞东也被迫离开慈禧身边,隐姓埋名。 李瑞东回家后,一方面继续钻研武艺,学习师父传授的拳法,另一方面则如其称号小孟长军一样,广交各处豪杰。 与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探讨国家和民族的出路,此时的霍元甲与李瑞东相比,还是初出茅庐的茅头小子,同在天津这片地界上。 李瑞东却是已经站稳脚跟的武林前辈,李瑞东到天津以后,继续秉承着武术强国的理念,教导弟子,欢迎其他武林人士上门交流,就是在此情况下,霍元甲与李瑞东相见。 霍元甲与其他世兄弟一起,上门拜见李瑞东,言称后辈的霍元甲要向前辈讨教依二。 李瑞东大开家中大门,将霍元甲一行人迎了进去,此时的霍元甲名气正盛。 拳法也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,但李瑞东毕竟成名已久,所以这场比试谁胜谁负并不能倾下结论。 霍元甲擅长霍家拳,李瑞东的拳法也很精妙,但毕竟只是前后辈之间的比试,所以李瑞东提议,霍元甲出三招,三招之内,若自己移动,则判霍元甲胜,反之,则为李瑞东胜。 李瑞东毕竟为前辈,霍元甲也同意了这个比法。 比赛开始后,霍元甲使尽全力,但两招之内,李瑞东都纹丝不动。 这时,霍元甲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两人的差距,攻身认输,转身离开,武学争斗。 虽有输赢之分,但无高烈之分。 霍元甲和李瑞东同为拳法发扬者,两者都秉承着武学报国的理念,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英雄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,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